好 天天学汉语 每天一段小视频 同学们好 我是陈老师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关于汉语的存现句 什么叫存现句呢 就是这一类句型是表示汉语的存在 出现或者消失的这样一种句型 这种句型有一个特殊的结构 就是它的主语通常是处所词或者时间词 当然它们都具有 这点非常重要 它们都具有名词性 但是它一定是处所和方位 那这个结构具体到结构是什么呢 比如说作为一个词 名词我们是桌子 那你在它后面加一个方位词呢 就变成一个处所短语 桌子上 抽屉礼 是吧 那么在这个方位短语呢 它同样是具有名词性的 所以它是可以做主语的 比如说我们有这样一些句子 就是足语是处所和时间短语 然后有一个存现动词再加一个冰语 这个结构呢就相当于海边不远 有一座小村庄这样的词 那这个结构呢 海边是主语 是一个方位短语 也是处所词 不远处有 它的结构里面有一个有 有什么呢 可以有一个数量短语一座 然后小村庄 也可以说沙发上坐着几位客人 就用遮来表示描写性的句 也是表示存在 注意 这个几位客人和小村庄 都是不定纸的冰语 就是它放在冰语的位置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要改变这个句型 要把小村庄放到主语的位置上 那就不可以是不定纸了 在很多语言中都有这个情况 你就要说那座小村庄要定纸 放到主语的时候就一定要说那座 你也不能说几位客人 几位是不定纸 你也可以说那几位客人在沙发上坐着 如果换一句话 变成一个普通的陈述句的话 主语和我们这个结构的主语是不同 冰语是不同的 换了结构是不同的 所以最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句子 我们的主语都是处所短语 或者方位短语 这样的名词性结构 那么它容易出现的一种误差在哪里呢 是很多同学呢 想表达这样的一种存在的意义 所以呢 他们在这个前面呢 会加一个戒词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在海边不远处 有一座小村庄 那这个句子就没有主语了 因为戒词短语 引导的部分 是在动词前面的那个附加成分 它不能做句子的主要成分 主要成分就是我们说的主语 得是一个名词性的结构 或者名词或者名词性短语 处所短语呢 它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所以这里呢表示存在 这是第一个就是主语一定要是一个 处所短语 而不应该是一个戒词短语 所以你不能说在沙发上坐着几位客人 那这样的句子 它的冰语其实是动作的主体存在的主体 但是因为它处于冰语的位置 所以需要用不定值或者不确定的那个数量都可以 所以不能用确止 这是一种就是表示存在 还有呢表示出现和消失 比如说门口进来一个人 你就不能说从门口进来一个人 因为从门口就变成一个戒词短语了 你又没有主语了 当然你可以说那个人从门口进来了 注意一个人是放在冰语位置上 是一个不确定的这个冰语 而如果要放在主语的位置上呢 就必须是定值 那改换这个句式就必须是定值 所以它的前面也是一个方位和处所的名词 门口你不能加戒词 这是要特别特别注意的 当然你名词或者加方位词 也可以名词加我们前面说过的 那个指示代词的另外一个作用 这儿那儿门口那儿有一条狗 是吧有一条狗门口那儿也可以表示出所 所以我们讲到在和从 如果它引导的是戒词短语 它就会使句子失去主语 也就是它不具备名词性的成分 那么动词的后面呢 我们在这样的存现句的动词后面 还会有遮或者勒或者是数量短语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句子就比较完整了 有同学说那有没有可能是时间词呢 可以呀 你也可以说上个月或者什么样的 是吧 出现了收到了一封来信 上个月收到了一封来信 或者什么什么消失了 也可以 请同学们一起看这个屏幕啊 我们有几个例子 比如说第一个例子 我们的存现句里通常需要衬一些动态注词 比如第一个句子 屋子里 主语没错 是一个方位 处所 然后住老太太 它后面要用遮 来表示一个描写性 所以这个句子呢 它是缺少了一个遮 住着老太太 刚才我说了这个相当于在这个存现句里的一个存在情况的一个持续 或者做一个动态注词的一个称电 好 第二个句子 如果这个句子大家看一看 在上个月发生了一起什么什么事件 坠机事件 这个有了这个在 它就不是单纯的 时间词 时间短语 时间短语也是具有名词性 才能做主语 存现句的主语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就说存现句的出现或者消失也是可以的 那有了在又错了 多了个戒词 那如果做作为戒词短语呢 是可以表示时间 但是这个句子就没有主语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同学需要注意的 好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句子 从前边走来了一个人 如果我们用从 作为戒词来引导这个句子 又没有主语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前边 前面 都可以 这个就是方位和出所 可以做主语 这就是存现句的特殊结构 走来一个人 最后一题 也是大家喜欢说的句子 在学校食堂有许多好吃的菜 如果我们说在学校食堂 那就不能作为有的这个存在句的主语 只能把再去掉 学校食堂 就是一个地方 就是一个处所 所以这样的短语 具有名词性 才能作主语 所以这种句子呢 又是一个错 常常听到同学们说 在我们考六级考试的时候 那个找错 是最难的 说我们发现这个句子找不到错 那我就要跟你说 那就是 你还没学会 因为 这样的一类 错误 我刚才讲到的 存现句的错误 是同学们特别不容易发现的 因为你从 这个句子的意义上来看 是看不出来 你觉得 对呀 这个句子没错 那 其实 你就错了 今天的内容 你学会了吗 好 咱们下次再见